感覺很差 因為是被誤會了 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被毀罷 近期也有不肖人士 用我的照片 連接AV的影片 讓你射我 也有造成有些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有在賣 或者是不是我的影片外流 展場Showgirl漂亮身材又好 常常成為眾人目光焦點 不過前AV導演普志宇爆料 有四成Showgirl都有被包養 還說這些人常有六種特質 包含愛說謊、自私等等 文章引起熱烈討論 甚至有網友在貼文下爆料 張淑晴兩次在飯局見過他 這句話讓被影射的網紅張淑晴 氣炸、發現時澄清 自己洁身自愛 平常連夜店都不去 因為我的親朋好友都會看新聞 然後有粉絲私訊我詢問相關此事 所以我覺得我要跳出來澄清 因為我不想讓大家擔心 感覺很差 因為是被誤會的 就是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被毀罷 然後他直接是放了一個名字 也許不是在指我 但是標題打了那麼大 那個不是在影射我嗎 張淑晴表示截圖準備提告 普志宇則回應他的文章 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名字 而網友的留言也沒有寫 是哪個張淑晴 反問他要怎麼告 兩人隔空交鋒或要味十足 針對蒲先生留言第二點 張淑晴這個名字很多人用 我在發文的過程中也特別強調 SHOW GIRL 而你是平面外拍的 跟我提的事件好像也不是同一個工作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我寫叫張淑晴沒錯 但是呢我也有接SHOW GIRL國內外的工作 並不是只專職於平面外拍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我要澄清一下 近期也有不肖人士用我的照片 然後去連接AV的影片來影射我 然後也有造成有些人問我說我是不是有在賣 或者是不是我的影片外流 所以呢我對這件事情很敏感 因為我沒有拍過什麼成人影片 這一塊的話我沒有就是接洽 所以我也並不清楚 因為我就是安分熟悉做好我的拍攝工作 有就是我一早起來 還有昨天晚上睡前 有許多網友還有我的朋友發訊息跟我說 然後也有新聞嘛 但我不知道我家人看到了沒 但是我也不想讓他們擔心 所以呢我覺得親者自親 大家也鼓勵我跳出來澄清 所以我才會受訪 我臉書也有常分享自己的工作 也有標註攝影師 不幸的話都可以去詢問 然後IG的限動也經常分享我的工作狀態 許多粉絲都是知道的 經過這次受訪後我也不再做任何答覆 不想浪費社會媒體寶貴的資源 不過爆料的網友後來又留言 或許我也忙把人和事都在一起 對大家造成誤解真抱歉 讓外界看得不撒撒 張淑晴今天也發出律師聲明 表示這些都是謠言 已經對他的名譽造成傷害 如果再有不實指控 會請律師一同協助